大家好,歡迎來到Talant 9XE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級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300人會員會在週三和週末發布會員影片 內容一次支撐壓力的個股分析 600人會員會有討論群和不定期教學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Talant 9XE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3點59分 我們今天大盤下跌了179點 對,那不知道大家的一個體感如何 那我今天的這個獲利算是蠻大幅度的下修 你不能等下修啦 獲利回吐啦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今天的這個下跌加速是比較多的 而且我們就有講過 目前的貴賣指數有一種假性上漲的感覺 昨天是漲這個世界 那今天是漲這個元泰 元泰還創下了歷史新高 沒錯,之前假性上漲 利用一些也是類似像垃圾盤的感覺 然後讓我們好像我們的錢還留著 但是就又有點被默默出貨的感覺 所以說今天的算是大盤也跟著美股繼續做震盪 所以說今天的主題大致上我們就來講一下大盤 然後資金流部分的話我覺得就淺淺的說吧 因為其實好像沒有什麼 因為這個錢基本上還是機器人 然後太陽能跟這個設備 就這樣,基本上就是這三種最強勢這樣子 好,那今天沒錯,第二大主題就是 我們就來講個六檔的這個太陽能 六檔沒錯,我原先是講兩檔 但想說那就是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就是把它丟出來大家一起做觀察 之前有丟過兩檔 那我忘記留哪兩檔 不知道是元金安吉還是國索 我不太記得 好,那我們就來看今天的一些內容吧 好,那大盤 主流谷不耕,只能旁邊獲利回吐 我在講我自己 那為什麼我知道主流谷是誰 開開玩笑,請看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達能 那他在清理天好像連續兩根三根掌精板吧 然後他的這個骨架招警示 警示之後他就必須要把他的這個 丟出來他的營收 結果他是虧損的 結果呢,他開盤之後先下去 再拉回到接近平盤 就往下砸,砸到26塊 然後呢,這個盤中的時候 我朋友告訴我,然後突然往上拉 盤中的時候真的是看他90度這樣垂直 然後直接鎖,掌精板 沒錯,他鎖掌精板了 所以他從底部 這個26啊,那他接近呢 基本上快要到 這個要疊的,疊應該有的大概7%左右吧 7%左右 然後直接從這邊 基本上是下來上去的話 也是17%的一個震盪的幅度 加總的話 對,那當然就是 有點開玩笑啦 但是目前主流的部分 確實就是這個太陽能的部分 好,那如果說你想要再更進一步去看這個 這個所謂的主流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喔 大家的東西都有 不用說一定要看到說 觀察到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 大家其實是看這個 這個基本上應該是 每個手機應該都有啦 這個成交重心板 然後板或是板 哪都可以啊 反正可以看到成交重心的這個 族群的部分 然後再看結構如何 好,沒錯看結構 那譬如像是今天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援太,創下歷史新高 那台北亞科好像也創下歷史新高 那這個金像電是突破的WD 然後神機的部分是上漲的9%左右 對,那這個東西其實很簡單的按出來 然後去看一下 這個成交重心那個排行榜 那你點進來就什麼都不要按 你可以知道說 欸,台電今天是第一名 欸沒有,像這個東西我只有點掉 又剛好有去做一個 排序的一個不同這樣的 這樣按好之後就是,第一名是鴻海 第二名是台電 那一路這樣看下來 就知道說 到底資金是留在哪邊 那儘管他們可能有一些是 這個當衝啊 當衝的話可能就不能讓人看出來 因為有的可能當衝那個%數什麼 高達了80% 實質買盤真的很少 那或許那個就不是真正的 不過確實是金流存在的地方 確實是金流存在的地方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蠻好做觀察的 那有興趣就自己去看看 然後再來看一下東西 就是今天的鴻海跟這個聯電是初宣喜 那我們在上週的時候討論過 初宣喜到底會不會讓股價崩跌啊 那其實最近就想說 這個初宣之後都會貼寫 那我覺得 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本來就不會說馬上就 就是駁回去了 我自己想法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勝率應該是一半一半 對那再加上呢 其實比如說像昨天的中興店 那這邊就順便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是上週的新聞 在講說這個禮拜有哪些會出現行 那像今天禮拜二嘛 這聯電、鴻海 然後洪水跟起雞 那像起雞的跌是4% 那洪水灣跌多少 2%還多少 然後洪海跟這個聯電是下跌 但是呢 中興店的部分他就沒點 所以這樣算起來的話 或許 或許他機率好像不是一半 好像是大概70%下跌 甚至他上一場 那變成說 如果說我們要避開的話 那他今天到底夠 或是你手上有這個持股的話 你擔心 那你當然先行去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目前看起來好像 機率不是一半一半 好像是蠻有高概率是下跌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待會 講下面 大盤的東西我們稍微去提到 就是現在所謂的 全資股的資金 到底現在到底在幹嘛 那我們待會再說到 那其實蠻簡單的東西 就是切成還原線圖 然後看他結構 沒有被破壞的話 我覺得他這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下跌 沒錯 像是我們給大家看一下中興店的線圖 這是還原的 大家看一下 切成還原線圖 昨天他還有點刻意跳空開高 往下跌 那昨天的部分是上漲0.67% 代表說在前天參加 上週五參加儲全期的 目前的價格 他還是賺錢 就是他已經有填回去的概念 他有填回去的概念 那下面這兩張圖 我剛剛其實莫名其妙 為什麼把它丟進來 反正這張圖是目前的大盤 那大盤目前就是 在走這樣一個橫盤空間 那下面這張圖是台積電 那其實大盤跟台積電目前的走勢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不過目前看起來確實 台積電好像稍微強一點點 理論上一看到這一根 應該大致上可能他跌到950 他沒有 這個台積電不跌的話 代表誰要去站出來貢獻 就是可能是今天的紅海吧 可能是今天的紅海 因為今天黃蝶 貢獻大概20 20多點 20幾點這樣子的 那大致上是對應台積電的 大概3塊錢左右 所以說其實 目前的台積電 還強於加群指數 目前的想法 好那我們直接進入我們今天的大盤 那大盤其實結構 目前還說超級亂 我們昨天就講 這22950 在那邊穿來穿去 那其實在昨天夜盤 跟今天早盤也是穿來穿去 我們這邊看一些 像是我們今天的結構 會比較清楚明白一點 看一下喔 像是我們今天早上的結構 我們切成15分可以來看 看一下喔 早上的時候它是開盤開到這個高點 然後呢往下跌 然後測到了這個 我們大概 這個都不多說 反正就是我們在之前有關注 22950 22820 跟22750 OK那反正早上的時候 有下來摸到之後 往上回掌 但是馬上隨即滴下一根 然後跌到了我們看的支撐 這個在 忘記在上週五講 就是我們畫一個框 一個框 這個框 然後慢慢畫上去 這樣的一個框 然後告訴大家說 它的支撐壓力結構 排序下來大聲是怎樣 那時候好像只有排到22750左右 對 那所以說在早上的時候 原先開盤 力道應該是撐在這裡 然後往上去撞 沒有 它先下殺 再拉長 拉上去 從22717到這個高點 大概將近兩百 兩百八十點的一個 差不多 大概兩百七七十點的一個漲幅 然後隨即又跌到下面去 在11點15分至30分的時候 又跌到了22750 然後做一個反彈 那目前反彈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感覺上 我覺得這個22820 也有點被改變了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那我們關注的 22820跟22750 摺手蠻漂亮 應該說有看到有守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其實也有守 所以我昨天晚上的時候 其實11點鐘的時候 還有守過一次 但今天守第二次的時候 就啪 往下跌 所以說我們這邊得出結論就是怎樣 同一個支撐 反覆做測試的話 它是容易改變的 就像22950 那目前呢 22750會不會被改變 目前看起來是22820被改變 因為這個地方很多上影線 搞不好它的壓力 已經默默的往上去抬 抬到了22835 或是22840 這是有機會的 只是你要看這樣的短結構 15分給短結構的話 你就必須要看的 最近期的部分 你不能拿遠的地方來看近 你要看最近期 因為結構可能已經默默默默的改變了這樣 那假設我們現在看了60分給的話 目前就是很簡單看起來 是守在22750 我們看60分給 我們直接用這個 Trainview來看 因為Trainview的部分 因為它是比較能夠畫出這個相機率先 而且是能夠精準的話 就是你用這個磁吸功能去畫的話 好那現在看起來 其實我剛剛想打的是怎樣 其實我剛剛想打的是這個 22820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用60分給來看 OK它的60分給長長 那它收回去嘛 收回去收回去 那基本上收回去 只有現在目前此刻這一根 4點的這一根 應該說3點到4點這根 應該是已經跌破了 但是呢如果說我們用60分給來看的話 它的結構 理論上是要守到這麼低 但是你看喔 這裡到這裡 中間大概差100點 所以說我們用60分給來看 但是15分給來看 15分給來看 它就是怎樣 它是22750是支撐 然後228 我們現在改了228或3 或22840是壓力的狀況 那所以說 用週期比較大的分給來看 或是短的 它的結構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呢 有發現一個點 就是我們現在來對應一下 昨天晚上 NAS的破底班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那最後晚上我們就用這個NAS100來看 因為之前用這個看還蠻準確 後來用那個NAS 綜合指數看好像就沒那麼準確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最後晚上就說嘛 它的方向應該是偏盤整 那不會下跌 結果它在開盤瞬間 9點半的時候 綁一根下來 那下來之後呢 它最最最低呢 還有到達這一根 最底下到這個19600 然後才做反彈 那所以說 現在此刻的階段 它反彈至高點 我們有一些畫的 就這張圖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我們只有多加這條線 然後還有多這個曲子線的部分 它多這個字啊 還是有改變 但是就是多這個曲子線 那曲子線畫掉之後 它還是一樣在這個震盪的空間裡面 那我想要把它再貼回去 所以說目前的格局上 我們認為它是這樣 而且是破底班之後我們會看掌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每一次的破底班 你都要去看掌 然後這樣的結構 這樣的概率才是正確 不要說破底班它有機會跌破 所以說我不去做劍上的動作 那就有點本目倒是 那幹嘛學破底班 那你幹嘛去看破底班 你就覺得說 這破底班那你這隻一破的時候 去做空嘛 所以說我們做破底班 或是說我們看破底班的人 都會覺得說 它是有機會走掌 那目前如果說認為有機會走掌的話 那就是今天的夜盤 台子的部分 先看盤整和上掌 那納子的19680 到1970 對應我們現在的台子是22750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它這個地方22750 然後對應的 然後差不多嘛 差不多這個距離 就是19680到1970 目前想法是這樣 那如果它一旦跌破的話 OK 那我們的這個台子 可能是去下破 然後往這個大概 目前先看22615這個地方走 可能明天又再下跌 100多點就是有機會 不過我們現在 因為有在座山經過破底班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 走一個偏看掌的一個格局 OK 那我們去看下去 那所以說 目前的納子 有一種明顯的三角收斂 那我覺得台子應該是會跟上 就是我剛剛畫的 第三次趨勢線 可能會碰壓 當然啦 我們講的東西 只是一個概率 那這個概率就是 它進行的破底班 進行的這邊的破底班 下來之後盤整之後 破底班拉長 然後現在下降可能會再往上走 然後這邊上去 摸到第三次 可能會再回壓 這個概率其實是蠻高的 那我們對應我們現在的這個台子 那台子的部分 我們在畫這個趨勢線 那突破之後 OK 那真的是有上場 但是呢 現在此刻 我會想把它再多加一條 這條下降學術線 所以我們這邊拉過來 OK 我們這邊拉過來 一個下降的箭頭 變成說我們現在的格局是這樣 目前先看這裡 這樣子 然後這地方如果說真的 能夠鎖住 OK 假設到這裡好了 那這地方可能會反彈 那這個反彈有可能到這裡 又沒有力道 又下去 所以目前的大盤 然後對應著我們剛剛所謂講的 呃成交比重的比較大的 所謂的全資股那個方面的可能會陷入盤證 就是你現在在此刻做 你開一些槓桿 你開一些期貨去做一些全資股 可能就在那邊不斷的橫盤 而且這橫盤 有可能會橫到這個 下一個月換場 有機會 那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看 那我們剛剛去這件話給大家看 然後呢 我覺得這一波行情 有可能 市場上目前下一個東西聚焦的東西 就是奧運 那奧運其實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題 再來是升級展 那升級展好像也還好 然後再下一個就是 市場上可能的話題就是 台電法術會 7月18號 我們就要看一下 台電法術會7月18號 那這個新聞有進去看看吧 就是有進去看內容去看看吧 那我們這邊就不去講 反正就是一些設備股的東西 什麼的 報價可以上漲之類的 好那但是呢 我們重要的東西要看什麼 我們重要的東西要看我們的結構 OK 那我們結構怎麼樣 我們如果切成遠一點的地方來看 我們說這地方可能是下檔 目前來看 我認為大概是22575 所以說我們拉到最遠邊的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看我們下方 這個大家看一下下方這個時間軸 它這裡 將進行這樣的盤整 OK OK可能就繼續下破 好那真的拉到末端的時候 OK 台電法術會開出來 那可能就往上走 我目前想法這樣子 當然如果說你要說最最最精準 7月18號開出 那7月19號可能才做反應的話 那可能會下破到這麼低 然後再往上走 對那時候的台電可能又要再跌回到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925塊的那個支撐 所以是所謂的925塊這個支撐 925塊這個支撐 也是不無可能喔 那所以說目前想法是 就是有可能對應著大盤 對應著納子 對應著現在回檔的 類似於 實際上三角狩獵的結構的話 那在昨天的台電的高點 977 我們說大概是他7塊的價格 977呢 有可能就是他目前來說這一波的高點 那可能會下躺下來 再回來這樣子 那這個回來可能也有點像是 我們昨天有去畫的那個結構 我們昨天畫什麼結構 對我們昨天畫這個結構 我們昨天畫這個結構 我們畫這個結構說他可能呢 如果說走A段等於B段的跌幅的話 那可能會跌到這麼低 我覺得DLMV是有點恐怖了 這有點恐怖了 那我覺得我們最終最終呢 市場上看整個 做多結構的話 應該還是要 應該還是看到兩萬兩千點這樣子 所以目前想法是 有機會 盤整下點 盤整下點 然後等待到台電的這一個 台積電的這一個法說會結束 那目前想法是這樣 那 站不站得上去兩萬三千點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到那麼的重要 我個人想法 個人想法是這樣 那大家看目前的想法 那所以說 我們剛才上面說的 這個成交比重好像對於一些 全職股好像沒有差 為什麼 因為現在全職股的錢 目前好像處在所謂的 迷流狀態 那什麼叫迷流狀態 就是好像隨時隨地 如果說這個法說會開的 不如預期 往下崩 迷流狀態 或者所謂的正在處在這個 所謂的蓬勃狀態 那可能是 法說會開出來之後 繼續往上走轉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三條錯認 那三條錯認 其實你沒辦法去知道它的去 還是流 大概是要做多還是要做空 你只能讓它方向走出來 所以說目前的 全職股的錢 可能處在這個階段 那如果真的要到這個時候的話 大家看一下 這個第三次 7月第三週 7月17號 這地方可能就換倉了 所以說 有在做期貨的 做多這個全職股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蠻多全職股 有真的蠻多 因為出全職 往下跌 然後做一下修正 真的蠻多蠻多的 所以說 對 我們這邊相對 我們剛剛就忘記說 所以說我會去關注一下華碩 華碩明天要出全職 那這個中華店 就沒什麼需要做關注 那 對我會關注華碩 那華碩 如果說你知道智商哪邊的人 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因為我今天稍微瞄眼 他其實是有點 就是今天有點先下壓 那 可能在逃這個儲存席的部分 就蠻多人知道說 儲存席出來就會往下跌這件事情 好我們去看下去 那貴蠻指數創新稿 沒有屁用 真的是沒有屁用 首日均線 第五天 但是就是假性上漲 那其實就是昨天拉這個世界 今天拉元太 但我剛才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有點算是 站在一個 比較偏閃戶的心態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是買到一些比較 我們剛才上面說的設備 你不要講說你這一波可以去做到太陽能 太陽能可能你也不敢做 但如果說你去做到設備的話 其實 如果大部分的資金 留在設備的話 其實你的報酬在這兩天 會非常非常好 而且一直連續漲停板 現在舉行考就是 然後我們剛剛給大家看一下吧 這個東西 上櫃看一下 首先是世界 世界是在上週五漲停板 然後昨天好像也是長期 我忘記了 那今天是元太 元太創下了過端型高點 然後是上漲47 然後右邊都在點 反正是有點像是假性的那種 假性上漲 那如果說沒買他特定族群 設備機器人太陽能 就無法感受到這個 怪馬好像很好的感覺 那一樣 其實這個方法 我們一樣可以去從這個成交比重去看 那看什麼東西 看東西不一樣 我們剛剛看的是看整個成交的金額 那我們今天看 現在看的東西是市值的小 看市值小的盤榜 然後就可以看出來說 這個現在前在哪邊 比如說金台科 設備 然後機器人 然後這個是生計 設備 網通 太陽能 設備 然後這是軟板 今天衝出來的 大家好像有講到 今天剛好有人問 再來呢太陽能 設備 然後這個應該算是在AI那個區塊 然後這東西就是所謂的 晶圓代工的 滲透式設備 太陽能 然後這當然是所謂營收很好 不是跟軍工股沒關係 我個人覺得 那這網通 網通就是正文跟訓州 那再來是 這個也不錯 有成交量 但是是下跌的 這個西方子 再來就是帝國衛星 那就是IC設計 IC通路 IC通路這個部分應該是跟AI有關係 所以說講起來的話 不外乎就是這三個族群 三大族群最多 當然啦原先還是有 小的還是有 串出頭還是有 但是你要剛好去買到 不然的話 沒辦法去感受到這個桂毛就很好 那這種感覺是比較 資金都是比較集中在這個 這三大族群裡面 對 那目前想法是這樣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那個 嗯 好像東西都差不多跟大家講完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資金 這個挺利損的部分 好了 那挺利損我們直接看這裡 那今天挺損沒有 但是接近 接近 但是呢 沒挺損 這個獲利大回土 昨天是挺損 但是這個獲利稍微小回大 那今天是獲利大回土 回土的比昨天還更嚴重 只是一些可能原先長 長得還不錯了 然後又回來 那可能有一些根本還沒有到10% 那可能有一個 搞不好摸到前高 但是我沒有去賣掉 所以是他的一些 結構並沒有到漂亮 他的獲利沒辦法拉出去 所以他還在等待 我還在等待 如果他真的再來 來一波高的 來一波 比較延續性的上漲 一個禮拜就好了 這可以讓我的那個績效 整個往上衝 但是目前都還沒等到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 那立志的部分呢只有3.38% 那因為他跌破了那個 底部啦 然後我想說 部位沒剩多少 然後跌破直層 然後真比半給賣掉 所以之前有賣過10%的 然後這次就是剩下3.38% 那劍車的部分是因為 我在盤中發現說他跌破這個 日軍劍所以把它賣掉 那這一檔還不錯 有11% 那是散熱 再來看全電訊 沒錯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我們這個很強勢的 我們直接看好了 算我們不要看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立志的部分 那為什麼賣掉 賣掉的原因是因為他 在盤中 我們賣掉是滿低點的 賣掉195 我們算是當天的低點 然後你看到如果說我看到這一根啦 我看到這一根的話 我沒筆就不會賣了 這一根還算是有一點 人性的一個回檔的感覺 回來的感覺 所以說他如果說OK啦 如果說我還想再做這個買回的 動作的話 那是再次這樣 我就200塊就上了 這樣子的想法 好看一下建設吧 那建設其實那時候看到的時候也是有回檔 不過我那時候是在1點之前賣的 所以說那時候賣的時候 是賣比較偏低點 1點的時候 我賣在最低點吧 看一下 看一下價格 1130 然後最後是 最後是回到了1140 所以說我拉一根小小下眼線 那如果是看到這樣的話 Maybe我應該還是不會賣 不過我就賣出去 所以說這兩檔 這366有點小小被騙 騙線的感覺 再來看全電訊 這個賣得不錯 因為呢 我就在這邊做電章 在這一根 那拉上去的話 忘記賣在哪邊 127 我賣127 那127的話 差不多這個地方 所以說我建範位置比較高一點 差不多10%左右 10%左右 那當時候呢 大家看到這一根 這個是667 那大家看一下這一根 這一根的部分的話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檔 這一檔 6月27 大家看一下 6月27 沒錯 這兩檔再選 然後康權電訊好像是遜州的職公司 然後遜州市民公司 你看到兩根掌金板 哇 選錯檔 結果沒賺到 兩根掌金板 那我們可以去想像 搞不好還有機會再來 來個一根兩根之類的 或是一直往上衝 沒有人知道 不過真的是蠻可惜 OK 那大家上次講完 我們就來講一下紫金流 那紫金流其實還蠻無聊的 蠻無聊的 我們講一下紫金流 那紫金流呢 沒錯我們講的東西就是 硬件又是一天行情 然後昨天上漲 然後再來就是 上上禮拜五 跟上上上禮拜五 都是一天行情 強一天隔天就爛掉 強一天隔天就爛掉 然後其實今天真的是 看了這個掌金 因為今天獲利數算是蠻大回圖 是心情上 稍微受一下動搖 然後再也懊悔 沒有充一波太能 因為太能真的是非常的狂妄 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找的這個 我今天找的你看 這幾檔 6檔裡面就是4檔 賞勢非常的狂妄 然後還有這個面板設備 那當初其實是在支撐沒有做劍場 什麼什麼軍豪啊 制勝啊 等等等之類的 那就是這兩檔 原來現在做劍場 那為什麼沒做劍場 其實那時候就是 他離支撐稍微有一點點遠 那譬如說 應該要回來吧 就是差不多在上禮拜 還上上禮拜發生的事情 結果都沒有回來 那就直接飛啦 而且今天飛 這兩天飛得非常誇張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保持理性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假設我認定為說 OK至今就是跑到這個區塊了 然後我衝進去這個銀劍谷 有可能昨天衝嘛 昨天剛長搶一天 然後今天可能就被套了 那或者說我們講 上上禮拜五衝進去又被套了 上上禮拜五衝進去又被套了 因為當然有可能 不一定會被套了 但是如果說我們用衝的 是買一些可能一些 追突破 追兩軍板的話 那相當容易嘛 那如果說我們是追支撐 就是買支撐 那可能就還好 可能就是不太跌 像是我們這個復華星 昨天做停損 停地的部分 它是沒有跌 然後有讓我大概超級無敵少 3%的這個停地嘛 所以說啦 所有決定都還是要建立在理性 而不是感性 當然我覺得我們的理性 是能夠去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某個時間點發現 比如說太陽能這個族群 那我們看一下自己手上 都是電子股 然後要分散的話 OK那我們就做一個分散 就要全面一點點 這是我們理性的部分 而不是我們去感性說 為什麼沒有追這件事情 而是我們應該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先寫一個 一個策略 我如果說再下一次發現 另外一個族群 而我沒有這個族群的話 那我是應該把一部分的資金 再切 再切過去 或是把一部分的資金 先獲利了結 然後先丟 丟到那個區塊 我覺得理性的部分 應該是要這樣 而不是很感性的時候 怎麼沒有去衝到 當然啦 我在下一次或許我還是會 還是會懊悔 對因為 目前的 應該說人是這樣子吧 然後如果說我沒有 我現在講完之後 我沒有去做出 實際上做出這件事情的話 我現在還是會懊悔 對 好再看一下網通吧 網通就是 訓州震文 這兩檔都是創下歷史新高 震文的時間出生存出去 當然PCP是設備 這沒什麼好說 再來生技醫療 就是這一個 我覺得蠻難操作 主要的話像成德之前是 有想要去做兼長 但沒有 然後後面就飛出去 然後今天拉一下那個漲幅 哇 二十幾趴 因為那時候丟慧瑜個股 然後有想要做兼長 沒有 像這個 成績量比較少 我覺得還是比較 覺得是少碰 去摸一下成績量高的 可能還比較有些機會 再來軟板 衝出去 那異加跟同一下一起衝出去 再來的話就是雞刃乾淨股 然後成績海運今天晚上衝 但是我們破壞三雄 反而就是 還沒有任何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 然後PCP的部分我們剛剛講 像是金香電 WD突破 那精神科快突破 然後滑通上漲2.36% 如果說你有滑通 應該是很比試這2.36% 因為昨天好像跌7%還8% 對 那這個2.36%根本就漲不回去 OK那今天的這個資金流 其實就簡單說 反正呢我們就聚焦在個股上 OK那講個股吧 那個股部分我們從 呃詢問的個股我們從單頸到這個滑起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單頸的部分其實它就是設備股 然後之前這檔我也有想做建廠 但是後來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沒有 因為呢 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在看群組玩有人在這天做建廠 那這天建廠一看起來是 日線結構沒有去做 沒有得進 但是它其實切成60分K的話 它其實是有一個突破後的回撤 呃...在哪個呢 在這一個嗎 是這一個嗎 6月24號 對6月24號 日線看起來是拉一個長的上限 但是我們切成60分K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是 在11點的時候突破 然後12點 然後1點 在這地方 在這地方是做一個回檔的動作 做一個回檔的動作 那它的支撐可能是要放在大概36點 然後隔一天是有 隔一天是6月25號才有去 做一個支撐指紋的一個動作 然後後面就有拉一根這樣下限 對所以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日線 還是會有一些盲取所在 那當然 你能夠看日線操作好 那看日線 那如果你覺得說你可以在進階一點 再看60分K 所以當初其實60分K 這兩根是有機會 OK那這樣拉出去啦 我們現在已經看不到它的壓力啦 我不知道這要問什麼 那是要問說 它下一個停地點還是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 比如說你現在還沒賣 那當然就是今天是一個還不錯賣點 那如果說你認為說 今天剛好沒有賣到 那可能可以等一下 這個明天的開盤 然後如果說跳空開 或者賣之類的 然後如果說跳空開多少 然後沒有過 我自己設定心中的一個價格 這樣因為它沒有任何 限可以做參考 那我不知道你想要問什麼 你想要問停地 還是問下一個機會 那下一個機會的話 我們絕對絕對是要等在 這個地方的一個回檔 質問 質問在說41塊 那如果說你想要問停地的話 當然是如果說你有賣過 但是沿著五輪軍艦 五輪軍艦跌破在做賣出的動作 盤中賣尾盤賣 都有各有各的好處 像是我的 看權電訊 10%賣 所以說我盤中尾盤的時候回檔 就沒有殺到我 然後但是呢 像我的勵志跟那個 建設部分就是他在盤中賣 1點的時候賣 還不符合到最尾盤 那時候賣的話 其實就有點 算是稍微小喘賣肥啦 我們還有瑞萱 那瑞萱萱分其實它還蠻無聊的 它就是一個區間的一個橫盤 應該說它是從高檔掉下來 那這個 這一檔我記得之前有講過 我們在非常久之前 5月25號 大概看一下5月25號 這兩根中間 我說它這根突破後 看人家就會回撤 那它大概 走了大概將近三個禮拜 然後才回撤下來 所以說如果說你持續做關注的話 理論上你是有機會在 6月12啊 6月19啊 6月20號去做建長 那目前很明顯很明顯是看到 它現在在走一個區間 小橫盤 小橫盤 所以在這個區間橫盤階段裡面 如果說你沒有建設在底部的話 我會覺得啦 要搶很搶的話當然還是要突破這個地方 然後回撤到21塊 直穩 然後才就會再往上做進攻動作 好 那我們看一加 那一加部分的話 我們又另外一邊看好了 2、4 因為這次有問題 問說4有沒有過壓力這樣 那我自己個人看一下 看一下喔 那如果我之前是畫的怎樣 因為我這裡是畫突破 好 那我們重畫一下 這個剛剛沒有先畫 OK 那如果說我畫這樣的話 其實好像蠻合理的 因為這裡打了兩根嘛 然後這地方是一個 算是 這個地方我們先寫 它是一個M頭的 M頭的 M頭頸線 這個地方是M頭頸線 然後它來摸到M頭頸線 這一波下跌 下跌之後摸到M頭頸線下來 然後它在中間的過程 它有形成另外一個小的突破 所以它今天的這一個高點 應該說今天的這根掌停板呢 可能還需要再等待兩根 就是明天一根突破 然後隔壁一根再掉下來做指紋的動作 就是指紋 一個下影線指紋在這邊的一個動作 目的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不看下面這層 下面這層不看 我們就看這裡到這裡吧 然後我們剛剛有畫一些下山區 我們就直接把它給刪掉 所以目前的結構先看這裡 應該就是 對 就是你看的 可能還沒有突破吧 我這裡是畫23 我覺得 保守一點就畫這裡 那當然如果 如果 如果 如果應該是一副啦 如果說 它能夠漂亮的回撤在37-37.3 只限定明天 如果有辦法 漂亮的回撤到這個區塊的話 再說 要那種 所謂的漂亮其實 不用說不用搞的太複雜 不用想的太複雜 但是像這樣子 只是比如說下影線 下影線基本上比如說它的低點 不會說超過37太多 而是好像真的是差不多摸到37 然後就回答 比如說跌破到什麼36.95 36.9 都好像很 還在合理的範圍 然後就往上抽一點 然後最後收盤是能夠 收在37.5之上 我覺得最好是收到37.5之上 或37.3之上 那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所謂的 比較漂亮的質問 你就想生一根K棒 它是能夠卡在這裡 卡在這裡 然後下面賣不下去 有人做防守 大家當然可以吧 就是所謂的漂亮的質問 我們有想法是這樣 那當然有兩層可以做翻打 看明天的表現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 佳能吧 那佳能 我其實我也忘記說我當初在畫 我到底是畫這裡呢 還是畫這裡 我忘記我算是講說是畫哪邊 OK 那現在看起來 比較像是在這裡 我現在目前看起來 比較像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像剛剛那個圖是畫那樣吧 那目前看起來比較像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它手住這個缺口 然後側 然後再來是這個地方 然後今天也是有點向下去做一個 支撐的一個測試的一個概念 那今天就下跌到1.37 35% 所以如果當初是建倉在這一根的人 其實是多了大概1.多% 算說今天如果真的是支撐的話 那它的空間就是會 大家可能停損抓在這個低點吧 差不多5%左右吧 差不多這兩根的低點 我覺得這一根的低點比較合理一點 49.6 差不多這裡 那如果它能夠成功的話 那 Maybe 它就是能夠去掌 往上走到這個地方 Maybe 是這樣子 當然有可能呢 又被壓在這個大概是 5.84 左右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可能會回壓 所以說這個地方 要稍微的小心謹慎一下 大概上就是前高的一個壓力 這樣 不過確實是一個破底翻 所以我經過破底翻的時候 我們都要希望它能夠拉到最上層的 不然的話 它就不是破底翻 我們就是內線想法是長想的 好看一下這個以剩KY 那以剩KY 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有看到 它其實應該還蠻明確 它壓力大概在68.55 那68.55的部分的話 它在這個6月18號 上週五的時候 是有摸到一根上影線 然後昨天算是上漲 但沒有過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把它壓力直接拉到這個高點 69 所以現在的一個概念 就是它必須做一個突破 然後回撤到大概69左右 想法是這樣 想法是這樣 那以剩KY 的部分 在近期 好像車用電池的部分 有在上漲 像是今天有人問康普跟美琪瑪 不過他們確實 我只能說你要對他們非常有興趣 因為從這種比較偏低檔 反轉的個股 他們所上來的壓力其實都還蠻大 我這邊沒有做太多探討 好看一下這個滑琪瑪 然後 昨天留言 這是昨天教大家留言 所以是不錯啦 但是因為你是說 你是買在232 那我內心的想法是 原先以為232是在什麼 超級物體高 比如說這個地方這麼高的地方 那我發現232在這邊 所以說 我覺得 這個 回到232這個問題 我覺得它 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怎麼說 因為呢 假設我們 因為我們是看撐壓結構的 假設我們現在畫出這樣的結構 下方是這裡 到這裡是一個盤整區 然後呢 這裡到這裡 會是一個盤整區 以今天來說 也看到了 這邊鎖住一根 兩根 三根這件事情 對那我覺得是 嗯 我就不要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就回答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目前是 在 6月7號的時候 做一個破 破底 那破底之後 跳通上漲 上漲之後回測指紋 今天的指紋 所以只要它不跌破 這根地點 223 大家先抓 223之前 它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去進攻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 我也必須得說 它的成績量就是少到爆炸 然後再加上 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我們剛剛講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東西是這個 就是目前的OEN OEN 感覺上 是有可能有些機會 但是呢 又沒有機會的感覺 只是說 它的 全資股的一些錢 目前是處在一個 類似像三角收斂 也想像類似三角收斂 是不斷的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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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收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就會選擇一個方向出來 那目前全資股的想法 我是這樣 那我一直都把它當作是 比較偏全資股 因為它顯卡這個區塊 所以說啦 我自己個人會比較希望的是 我正在作戰 我會等待246的一個突破 那26突破 也代表著 我們切成周圈給你看 切成周圈給你看的話 可以知道說 我知道 如果說你會問說 可不可以回到那個地方 應該也看不懂這個結構 它還是先花出來 希望你 只是之後看得懂 那反正目前我們現在看的結構是 如果下方能夠做一個WD 然後做一個突破後的回側 往上走的話 走漲的話 那它就是會有機會去挑戰這個地方 那能不能夠到這件事情 我們不確定 只不過它只要能夠去突破它這個位置的話 它就有機會去往上走漲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主題 今天主題就是要講六檔這個太陽能 那我們就迅速來說吧 基本上 是都把它們 應該都畫好了 我們就來看就好 我們看一下圓金吧 圓金的部分其實我們在 之前是有講過 6月7號 應該6月7號是上週四的時候講過 那反正我們可以看到 上週四的時候是在這一個 首長的時候 他必須做一突破30 那今天直接送上去 所以說其實昨天前天 都不可能會去做建長 所以說他很歐啊 這沒有地方可以讓我們去做建長 那我們現在能夠等待的就是30塊 當然他現在等5百 有可能沒有機會 不過我們先看這個位置 那恩吉的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的看法是 他其實在 呃 我們另外一邊看好了 我忘記另外一邊有畫 另外一邊有畫 另外一邊有畫 這個在上禮拜 上禮拜的四的時候也就講過 那時候我們就說 這個相曲線走的真的蠻漂亮的 123 那目前會不會來第四個 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來到了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一直講的東西 三角收斂嘛 量縮整理嘛 選擇方向他選擇往下的方向 只是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大盤啊 不管是台股啊 或是說納子都有這樣一個傾向 所以說現在呢 他在之前是有摸到這個曲子線 這個壓力然後回壓 然後一樣昨天前天都不會有機會 因為他是回到 回到一個我不可能去做建仓的位置 所以說我們現在能夠等待45.7 當然他在下一個位置是 有機會來摸相曲線然後回壓 我不曉得 所以說啦這件事情就變成說 如果說你覺得 你的平頸線會大於 這一波的這個太陽能的強度 會大於上方的話 那你再去做建仓的動作 不然就先放棄 好那我們看他倉合 倉合是簡單多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無聊的區間突破 很無聊的區間大突破 你看到切成這個 呃 所謂的周線的話 它是一個區間 這個區間盤整的大概從 2023年去年7月盤整到這邊 然後一根突破 所以說我們也可以很合理的知道說 他的回撤的支撐 大概上我們先看啦 我們先抓 我們先抓186 然後到195 但是我會希望說 他能夠漂亮一點回撤 回撤到186.5 這個區域 那當然他講明白 好那我們要國塑吧 那國塑的部分我們另一邊看 國塑好像快要臨界到他的壓力 還是說他沒有過 好像他沒有過 所以他沒有過 那時候我們是抓在這個高點 那高點不然我們先抓這根高點 蠻久之前 2020年然後跟這一坨線的高點 還有大概是這邊這一個小支撐啦 當然他沒有到非常非常精準 不過就大概在抓 然後在抓之後呢 我們之前有畫過那線 但是好像沒有在節目裡面講 我們畫過線是說 希望他上來之後 卡一卡 卡一卡之後 再做一個突破回撤 那沒錯 他現在正在卡一卡的階段 他卡了兩根 卡了兩根 卡了一根 下來就一根 所以他並沒有做一個突破 我覺得他增加做突破可能是 收盤越過28塊之後 再進行一個回撤指紋的動作 那才是一個 我們可以去做建造的位置 那他達人吧 就我剛剛講 超級無敵強勢的達人 那這檔好像有點看不太懂 我剛好滑 我們來看一下 對 我們想處在一個 我看不懂 這檔先刪掉了 不好意思這檔先刪掉 那看不懂 好那我們講最後一檔 那西門不能跟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餐盒很像 他只是很純粹這個突破後的一個回撤 那當然 如果說在昨天的話 其實是有些機會 不過他離那個支撐確實有點遠 可是有點遠 因為我們支撐花了250 然後他最低最低是有到252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尾盤 來做建造的話 他是已經到了258.5 大家剛剛差了3%的價格 那今天稍微上漲4.2有 但我還是認為說他的支撐 還是處在這一區 就是以他的下引線 最低點 可能252到250 這邊都還是呈現他是他的支撐 這樣的結構 好現在到這邊 那主要的話我覺得還是要聚焦在個股上 然後這個全市股部分 我覺得目前應該是屬在休息階段 然後市場上現在的一些話題 有可能就是我們昨天講的東西 就是 包括了癱瘓 今天晚上 然後在FOMC會議 這個凌晨 週四凌晨 再來週五的Pheno 這三個就是比較有機會 在現階段把趨勢走出來 在這個東西身上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除非說突然就是說 今年要降級降很多很多 突然可能就會往上噴 我想法是這樣子 不過好像不太可能 那下一個可能 第一次會降級可能是在9月 然後什麼符合預期之類的 那再下下一個禮拜 下一個禮拜 下禮拜我們有什麼事情 那這一週就是剛剛講的一些事情 那再來下下禮拜就是說 7月18號 所以會不會真的盤整到那階段呢 不曉得 如果真的盤整到那階段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也會一個上中下級 就是有可能像我們剛剛講的 結構上 他有可能會在 像那個納子今天可能就往上摸摸到這裡 或是納子很無聊今天在這邊做翻證 但下破 也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不過我們都有破底翻 所以說我會比較偏說 看掌格局去講述這樣事情 但是也不是說一度無腦上漲 而是掌到這邊可能會回答 好今天到這邊吧 那就是期待一下明天的 也不是說期待啦 持續觀察明天的行程會如何 好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